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华人工商商业论坛 现在科技火箭速度发展 去年还风口浪尖的家用电子产品 今年可能就过时了 不管您是电子产品的时尚达人 还是勤俭持家的小仙女 都可能会非常烦恼 如何处置旧手机 旧电脑 旧品板 还有淘汰的游戏机等等 今天在线二手电子产品回收网站 geezmogo.com的董事长 James Wang将为大家分享妙招 看看到底应该如何以好的价格 出售自己的二手电子产品 James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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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es 我们知道geezmogo.com 是一个可以出售二手手机 电脑 相机 平板 游戏机的平台 其实现在也有不少二手电子产品的回购网站 比如说华人经常会在eBay上卖二手产品 或者是到一些大型的电商 或者是网站做一些置换 trade in 那相比于这些平台 geezmogo.com到底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值得我们华人朋友可以在geezmogo.com的平台上 去卖掉自己的二手产品呢 首先呢 geezmogo.com在价格上非常有优势 我们最简单一个就是我们iPhone 12 Pro Mix 在ITTrading Program它才卖 他们回收价格是449 我们geezmogo回收价格是779 这是我们的价格 对于这个差价是非常大的 所以因为我们实际标 我们都是没有直接的 是直接的一个回收商 所以说我们已经减出了所有的中间的环节 所以说我们把最好的价格回馈给消费者 这是我们的理念 对 价格真的是很多朋友在售卖二手电子产品 非常关注的因素 那还想请问一下 网友到底应该如何使用geezmogo 去销售二手商品呢 能为大家介绍一下具体怎么操作吗 OK Gizmogo呢 你可以直接在谷歌上搜索geezmogo.com 或者呢 直接进入Gizmogo.com 然后呢 会进入我们的网页 我们有一些热门的产品 比如说苹果了 iPhone 12的 iPhone 11了 所有热门产品都会在直接在网络上显示 如果有一些产品呢 如果你在没有显示在上面的话 你可以直接从我们的搜索框去搜索 基本上呢 我们很多产品都会有 当然你不要担心 如果你是很老很老的一些产品 你搜索不到呢 你可以在我们有个unlock device上面 你可以直接下单 然后把这些很旧的产品送给我们 我们帮你找出它的价值所在 那如果找到这个网站之后 我应该怎么在网上进行操作呢 OK 你找到你的产品之后呢 你就直接点击 进入下单流程 下单流程呢 我们会有上门回收 还有一些你或者你直接drop up 我们会你只要一下单 你会选择你的付款方式 然后选择你的机型 然后选择你你要用哪一个运输方式 我们有三种运输方式 有联邦快递 UPS还有我们的邮局 这三种方式都提供上门回收服务 直接到你们家里去拿走你的产品 当然了你如果觉得自己很方便 你也可以到drop up 他当地的所有的当地的一些商店去drop up 然后我们通常也就是两天三天 我们也会收到你的产品 对 当然了这些呢 所有的费用呢 都是我们Gizmogo来付的 你们不用付任何的油资 也不用付任何的费用 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来承担 James那就是说 如果说我在网上下单选择上门取货 Gizmogo.com的人会直接到我的家门口 把我的电子二手产品回收走 而且我不需要付这个运费是吗 是的 我们Gizmogo呢 我们跟联邦快递 UPS邮局我们有签约 他们负责直接是你们到 你会在直接在我们的网站上面 选择个时间 比如说时间点 比如说八点到九点 他在这个时间段 他会到你家里来 拿走你的设备 然后同时呢 他只要一拿走的时候 你的系统里面都已经可以查得到 他所有的运输过程当中 这个产品到哪里了 对 你直接可以进入我们的 你的个人中心里面 看他 你的设备已经到了哪个位置 然后 直到我们收到货 收到你的产品为止 对 那这个售卖的过程 几天可以结束呢 也就是说如果我想去卖一个二手电子产品的话 我什么时候可以拿到钱呢 当收到你的产品 当我们仓库收到你的产品 我们会进入全程的检测流程 然后我们检测完以后 我们会评估它的价值 我们会在24个小时 通常就是一个工作日 我们会把这个钱付给你的账号上边去 当然而且你选择的 选择的付款方式会很多 所以我们会有PayPal付款 eCheck付款 还有Winlow付款 还有Zera付款 我们还有一个Amazon Giftcard付款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付款方式 你可以选择 是的 好 谢谢James介绍 能为大家再介绍一下 到底哪些二手电子产品 是可以在Gizmogo.com上出售的呢 Gizmogo除了智能手机购买以外 我们还购买平板电脑 手提电脑 智能手表 还有无冷机 还有智能一些相机 还有很多的一些等等的 非常多的一些电子设备 我们都有购买 对 当然你不用担心 如果在我们网页上找不到你的产品 我们都会 你就放心的 直接在UnlockDevice那边下单给我们 我们会找出你的价值所在 你就要自送给我们 然后你如果不满意你的价格 我们给你的评估价格 你随时可以退款 我们随时可以退款你的设备 当然这些费用还是我们公司来承担 所以你们不用直接非常容易的 就说我要退款我的设备 所以我们会很负责任的 把你的设备送到你的手里 所以你不用担心 谢谢James 其实卖掉二手产品 对于很多人来讲 隐私是非常在意的事情 在保护客人隐私方面 Gizmogo.com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操作方式呢 是的 我们非常关注个人隐私这块 从你的设备 从你家里寄到我们公司开始 我们就已经开始在关注了 所以你的产品 我们随时到我们仓库 我们就随时全程录像 包括我们的操作流程 也是纯纯录像 然后我们会有专业的软件 来清除你的个人数据 我们保证你的数字 不会泄露出去 然后所有的清除录像的过程 你可以在你的个人中心里面 可以看到我们清除你的数据 同时我们会发送一个个人数字清楚的 Certificate到你的邮箱 我们会保证你所有的数字都是安全的 对 好 谢谢James介绍 在节目结束之前 您还有什么想要和广大的网友分享的呢 我希望大家都能 大家一起加入这个保护 保护我们地球 保护这个环境的当中 把所有的你家里的闲置产品都能卖给我们 或者让它没有污染的来回收这些电子产品 这是我的目标 也是我的理念 谢谢大家 好 非常感谢James 感谢今天在线二手电子产品回收网站 gizmogo.com的董事长James Wang 为大家分享如何在gizmogo.com网站 以最好的价格卖掉自己的二手电子产品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